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是3C版本 所以说明书两张 一张英文 一张中文 中文翻译为碎骨魔 变形金刚 经典电影航海家系列 讲解的清晰度来说也算是不清不楚 整体载具形态我觉得还原度来说算是非常不错 但是在这款玩具上面 个别细节还是令我非常不满意 好 那么首先我们先从载具形态看起 推车的流畅度来说不算是有问题 整个的轮毂部分采用了涂装和卯丁轮相结合 细节部分处理的也算是不错 但是我手上这款有存在大量的缩胶和白痕的现象 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 我不知道究竟是白痕还是缩胶 但是总感觉料子给你一种特别不放心的感觉 缝隙部分我也是变形了四五遍之后 发现缝隙还是异常的大 这一点也不吹毛求疵了 但是边缘的部分这些缝隙确实让我感觉不是特别舒适 侧车窗部分采用了蓝色的涂裙 并且每个车窗部分有一个银色的锚钉 这个在美观程度上来说相比于 相比于之前官方地级的版本略显有些缩水 在这个位置也没有了之前这个哈皮狗的一个标志 这一点略显可惜 侧面的这些细节也算是比较好 黑色的挡泥板吐出的效果也算是不错 但是整个的玩具我觉得略显的有些素 这个归咎起来可能是原载具形态的一些细节 就略显的比较素 所以整个玩具看起来的效果也是比较素 车顶的部分有两处银色涂装 包括前车脸的部分有两处车灯的涂装 这个爬力的部分活动细节还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转轴部分有一定的活动性 在这个位置活动性 在这个转轴部分也有一定活动性 这个转轴部分也有一定活动性 并且爬力部分支持分开整个要有两段式的活动关节 在这呢值得提一下的是拿到手的这个爬力是反着的 所以呢必须要手动的给它安装重新给它震过来 另一面呢细节给大家做一个呈现 底盘部分处理的算是比较干净 看不出人形的一些变化步骤 后车尾的部分也有相应的蓝色涂装 并且有一个像小梯子的造型 但是手部的一个外形就展示在这个位置 这一点呢我个人觉得略显的有些不满意 而且呢取消了之前D级版本有一个所谓的联动 这一点呢虽然是还原电影中的一个形象 但缺乏了可玩性 略显的有些可惜 不过时代在进步也不能吹猫求姿要求那么多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款玩具的变形 首先在这个部分 把左右两侧的卡扣给它解锁 两侧卡扣解锁之后 手臂的部分拉伸并且向上抬 在这个位置有两处的结合位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和顶端的部分两个凹洞进行一个结合 这一侧结合完之后 把前车盖的引擎位置把它全部拉伸 把这个爬力的部分向后折 不要影响到就可以 整个的手臂部分可以给它解锁 并且向外打可以把整个手臂部分拉伸出来 我们再把整个的这个位置向上抬就可以露出人形的脑袋以及身体 这些地方不需要管它 我们先把腿部进行变形 把左右两侧的腿部往外打开 并且折过来 在这个位置第一次变形的时候略微有些紧 各位小伙伴要小心 而且倒角的部分会有一些水口 如果真的有水口影响到的话 自己建议用笔刀稍微清洁一下 会顺畅度好很多 而且我手上这一侧的脚部略显得有些松 不知道是中脚还是通病 然后先把脚部进行一个变形 把整个的脚部向内侧进行一个转折 这个地方有一个明显卡顿位点 这个锚钉部分也就是小脚趾的部分向外折 那整个的腿部我们再做一个相应的调整 另一侧做一个相应的变形给各位看 就是整个的这个脚部调整一下 做一个相应的处理 并且把脚部旋转过来 这些关节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这一侧也是一样 做一个相应的调整 然后把这两侧的位置给它小片片翻出来 作为一个造型键 腰部的部分向下压缩 整个有一个卡扣进行一个锁定 那整个的下盘部分进行锁定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变手臂部分 首先侧面给各位看一下 这样比较明显 在这个有车灯的位置 我们需要把这个片片解锁 这个位置有一个凸点和凹槽 这个地方需要折叠一下 OK折叠过后之后呢 整个的这个位置就可以往外拉伸 并且这个位置可以往外拉伸 做出一段的活动关节 手掌的部分可以稍稍的打开一下 这个位置做一定的调整 手臂就可以变形OK了 那这一侧呢 我们再做一个同样的变形 这个位置的手部打开 这个位置手掌打开 这个地方片片打开 并且折叠 把手掌旋转调整过来 然后把引擎盖的这个位置 稍稍往后折 不要影响到整个这个地方 调整过来 那我们的碎骨膜的人形 几乎就已经算是变形完成了 该调整的部分 我们做一个相应的调整 不要把它影响到就可以 OK 最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爬里的部分 给它打开 而至于各位怎么变形呢 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 我个人是喜欢把它收纳进去 摆出一个相应的舒服一点的造型 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要求 我习惯是变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先从细节 以及可动方面来看起 首先是头雕部分 这一次头雕的一个细节传承度来说 真的是非常高 银色的脸颊 这些细节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怎么看 怎么像一个包子 左右的活动性是有的 采用了一个球形关节 并且在脖子的根部 有一定的左右旋转 但是抬头低头是做不出来的 整个的头部关节是非常的紧实 胸口部分有银色的涂装 整体的一个细节呈现度来说非常好 整个肩关节结合处比较紧实 锁定之后效果也算是很好 整个的手臂部分 360的一个旋转 注意不要看到边缘的这个卡扣位置就可以 整个向里外的活动性来说 也算是非常不错 手轴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360度的旋转 并且向里有一定的活动性 手轴的外侧部分 这个外甲有一定的活动性 可以和内甲做出一个相应的层次变形 而且可以收纳到里侧 做出一些比较夸张的 然后嘎嘰窝的一个造型 手部的一个活动性来说 采用一个锚定关节 两只手是一个钳子手 可以摆出一些比较夸张的造型 裆部不可以旋转 这一点比较可惜 两侧的轮胎 这次非常还原的收纳到裆部 整体裆部的细节刻画 处理的也算是非常好 只是整个的颜色过于素 腿部的部分采用了锚定关节 前踢后踢侧踢都没有什么问题 晃动起来也没有任何的松紧度 只是左右腿部来讲 我这只腿还是比较松 我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大腿根的部分支持360的旋转 正常的屈膝可以做到一定的活动性 整个的活动还算是比较可以 内侧呢有银色的涂装 这个效果来说比较不错 脚部呢有一定的活动性 而且呢有一个向里的接力 这一点给出好评 轮胎可以动 而且整个底端的轮胎 结合脚部的脚底位点 可以做出比较稳定的站立性 后背包部分 整个的耙子有几段活动关节 并且呢耙子也可以做出相应的旋转 只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耙力过小 架势上并不是很足 整个玩具的一个活动性和展示性来说 我觉得在美形度方面 还是活动性展示性方面 都认为非常不错 我个人是觉得细节方面 如果再加强一些 把整个的细节再找一找的话 效果会好上更多 那么OK 今天的视频啊 我们就简单聊到这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一波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